因為你買回來之後可以做一些儲備的 另外就是周邊皮革、哈薩克那類的 與中國邊境節約而產邊境節約的共産 在那裡就稍微直接一點 但是當然你都要擔心 反正有些人有什麼風水控制的公益盤 有時都會有發生的 例如我和烏克盤 以前有個合照就分分鐘就做這個合照 但是起碼就說我有這個基建 大家簽了合的就有多一個保障 還有現在就可以留意很多國家就不影響 也都有這方面 例如中國因為有雲南那邊也不一樣 也都是這方面有一些計劃 我想中國都希望打開很多拳頭 即是非洲也好、南非洲也好 如果有發財國家那邊不買的話 或者是看看其他有些什麼 周圍的中亞國家甚至黃河斯 一些都可以拉攏的 或者可以用錢希望搞定的 都盡量找多些不同的途徑 大家現在看回那些油價 其實講了很多 但是大家看回那邊的三大油企 或者尤其前的公司 要走出去才沒有總統不同的困難 可以說是 我們當年香港嘗試的 就是下去也有講回那三間大的油企 我們現在看回最重要的是油價方面 你看看有些人說在這段時間 去補風一次的錢 但是你說會再封些嗎 會封多久呢 可能原油斷了一百二百元 我想問問你 會不會再封一些 我覺得有機會呢 但是始終現在如果這件事 是可以轉至大平的話 我覺得除了這個公求的關係 就是有些變化之外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市場投機活動 那大家都還記得以前 就是曾經油價 會衝一百四十多元的現場 其實當時從不是說 你說傳統是怎樣特別好 當然經濟因素是其中之一 但是我覺得投機活動 就是那個 比如一些可以對沖基金 或者是大兩年前的投機 在石頭的情況當時 是幕後的比較大的黑手 但是這兩年前 跟海嘯發生之後 就是你曾經看到油價 曾經看到下去 就是三十多元以上同樣的結果 但是當年之後 大致上投到七十至九十之間 這陣子高一點 但是我覺得都挺容易 如果用這個因素 去作為一個 就是炒作的一個石頭 如果那個投機活動 它大到一個程度 就是你說它的泡沫也好 水分也好 就開始浮一浮上來 那那裏呢 就是有機會 不要說回到 譬如說一百四十幾元的投機 那樣的水平 但是就上到十幾二十元的 就是每投機 那裏呢 我覺得也是不出奇 這裏呢 有些人就將尾比壓 有些人就將尾比壓